大家好,我是Xia 现在是2021年的6月27号 最近我看了很多关于Windows 11的消息 发现一个问题 我的台式机的主板和CPU不符合Windows 11的安装要求 它要求的是8代英特尔处理器起步 如果是AMD的是锐龙2000起步 另外还要TPM 这个TPM是类似于苹果笔记本上面那个T1T2芯片 如果今年秋季Windows 11正式发布的版本 也要这几项的话 那么我当前这台台式机是不符合要求的 是不能安装的 于是我又起心动念 想更换CPU和主板了 这两项一旦要换内存也要换 其实现在这台台式机的CPU 它的性能还是够我用的 那我就先找个备选的CPU方案吧 我现在这台台式机用的处理器是E3V2 它是四核心八线程 那么下一次升级怎么说也得买个八核心十六线程的吧 性能至少要翻倍吧 我到网上看了一下 目前符合要求的最新的有两款 一款是锐龙的5800X 3100块钱 也就是3000块钱吧 另外一块是英特尔 i7 11700KF 它的价格是2700多块钱 而我现在这个E3V2处理器它是二手的 现在还有在卖 价格是200多块钱 相差十倍的差价 价格相差十倍 它的性能会有十倍的差距吗 这个E3V2它是2012年上市的 和2021年上市的这两款CPU相比 它不仅是跑分有区别 CPU的架构核心工艺频率 对游戏和软件的优化 以及新旧售后能耗也都不一样 那肯定是越新越好 但是对我来说还是以实际使用为主 先不管那么多的参数和卖点 以实际为主 E3V2对比5800X和11700KF 虽然有十倍的差距 但性能它的得分却只有两倍多一些 我从快科技的桌面CPU性能排行榜 可以查到 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11700KF 它的分数是1082 再看5800X 它的得分是1162 这个性能高一些 价格也要高一些 然后再看1230 它没有V2 那我们看V3的 V3和V2差不多 V3要高一点点 它的得分是479分 479分和那两个1000分多一点 相差两倍多一点的分数 价格差10倍 但是性能跑分差了两倍多一点 这是一家测试的 我们再看一家 我比较喜欢从这个网站调查数据 这个网站的数据大多数是用户实际测试的跑分 左侧是志强E31230V2 就是我现在这款 它当时的售价是2292元 右侧是比较新的 I7 11700KF 它当前的价格是2967 这是人民币 它是四核八线程 它没有写 是八核16线程 然后我们往下看 看这一组 这是效能速度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参考标准 右侧 11700KF 比E3V2 多了43% 还不到100%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这有一个平均分 平均分 多了88% 好 这是一个参考的 我们再看一个 5800X 5800X的价格是2446 这个和京东查的不一样 不过没关系 虽然这是2012年的产品 这都是2000以上级别的 都属于偏高端的产品 虽然一个老一点 一个新一点 但是过了56年以后 这个5800X也仍然属于老产品 5800X的速度 能效速度 比E3V2 多了35% 平均跑分 多了69% 也没有达到两倍 还没有那么夸张 这个也是仅供参考的 E3V2 它是2012年的东西 这是4核8线程 这是8核16线程 它是22纳米 它是7纳米 这个工业进步了很多 但是我觉得还是进步的不太够 毕竟核心和线程才翻了一倍 价格还是差很多的 我想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可能到明年或者后年再买新的处理器 或者二手处理器 它的价格和性能会有另外一个局面 那么接下来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曾经用过的所有的处理器 它们的性能对比和各位分享一下 还是通过这个网站 这里面有苹果的MacBook Pro笔记本 也有我之前用过的ThinkPad X200 也是笔记本 还有比较老的台式机的处理器 都是我之前用过的 时间跨度很大 我自己用的时候是深有感触 这些不同年代 不同品牌的处理器 可以同时呈现在这个网站上 也挺有意思的 也挺有意义的 毕竟我们是用CPU 用电脑 而不是专门用它来跑分的 下面正式开始分享我用过的所有的CPU